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談不了戀愛了 整天做這種棒打鴛鴦的事情 難怪談不了戀愛 30多歲還是母胎單身 校園訓導主任曾婉婷回想起求學的陰影 同學妳還好嗎 站起來嗎 天啊 我的白馬王子 終於出現了嗎 馬桶蓋髮型配上超大眼鏡 曾婉婷一秒變呆妹高中生 不小心摔了一跤目睹暗戀的學長 心有所述 拉那麼大力幹嘛 兩女生受傷怎麼辦 我還沒生氣了帶你去吃冰 結果想不到就是內容大反準 就是因為就是我這個樣子都沒有人要 然後反而就是比較特殊的人有人要這樣子 所以造成了我的人生觀點 有一點很大的就是莫名其妙 原來是自卑被中性的女同學 比了下去才會遲遲交不到男朋友 不過扮起學生的曾婉婷 導演大讚她天生麗質 因為我以前很肉 所以就是我的綽號叫包子 就是就是這樣子很古一個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是消腫了 所以就五官比較立體一點 自曝高中跟現在的模樣差很大 曾婉婷也回想起以前 對學長都會有股崇拜感 這一回她難得穿上高中制服 清純的扮相成為校園劇中的亮點 TVBS新聞上面在紅天台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